从2005年出入地板行业 到2024年成为北美颇具规模的地板行业批发商 阿拉纳福尔董事长林建良 通过创新环保与京城服务的高效经营 将企业扩展成为拥有自主品牌 与一百多个加盟门店的地板业王国 在竞争激烈的木地板市场站住脚 持续扩大并打造自己的品牌并非易事 我从2005年开始就进入木地板这个行业 那我们现在公司主要有两个品牌 一个是A1 一个是阿拉纳 我们地板行业所有产品我们都有 那现在主要推的是HPC黄水地板 还有黄水强化符合地板 行物符合地板 那基本上就是说整个市场上 你想要有的地板我们都有 很多商家也就是说以低价的方式 在抢占市场嘛 那我们主要还是以产品开发创新为主 然后以高脊量高服务的 来服务所有的客户群体 我们的工厂一直有在研究心的 比较往环保方向的原材料去发展 那包括我们现在做的黄水强化地板 都是突破以前传统的那个地板 它以前就怕水嘛 那我们现在可以做到500克小时黄水 那都没问题了 就说白了就是说 你家里面水龙头忘了关了 那我们的地板都没问题 先讲一讲 就刚才我们也想问就是如果我们这居家装修选择地板 应该是你有什么建议吗 现在我们主要公司推的这个是另外一个产品 这个是叫WPC 它是用那个木树材料来做成的 那它的总和度是现在市场上比较好的 然后它的表面外观就是说 也非常逼近 跟真的木头做起来的 是几乎达到一模一样的效果 我们现在主要是以批花为主 那目前来讲我们的产品应该是在洛杉矶 有一百多个门戏店在加盟我们的产品 都是作为我们的分销店 那现在都看起来 我们的帧抽 我们的产品 我们的产品